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老朋友他有新的职称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讲我蛮珍惜这么一起一会 那么一年来谈一次 我觉得对于来年的一个展望 跟旧的一年的一个回顾 那对于职场或对于个人 其实我觉得都是该做的一件事情 好 先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现在的title是 天下学习产品部的研发长卢志芳 志芳好 韵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其实对你的title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每次换越换都越长 对 我觉得什么现在越换越长啊 不过今天要来上韵芬这个节目 我觉得对我也是很好的一个回顾 真的 因为我在1月1号 今年的1月1号来到这个新工作 所以到现在差不多也刚好一年 还没到一年啦 再过几天就一年了 对 所以接到韵芬这个通知 说要来谈中高零转值 我就觉得非常有感 对 对 说实在的你也转换过 就是蛮多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比较庆幸是在集团里面转 在集团里面转的话 你觉得有哪一些的这个优势 我觉得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要转业 一定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对对 就到处像无头苍蝇一样那个乱窜这样子 一定是你过去的一些经验 或者过去的一些资历 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成绩 有一些表现被别人看见 然后机会才会相对应的出来 就像韵芬你知道我原来前年在出版 对 那我在出版做了一年以后 其实我本来想要退休的 因为我那一年也刚好50岁这样子 50岁退休你不怕这个太年轻太无聊吗 对 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上 刚好那个学习的事业的主管出缺 那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兴趣 其实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蛮惶恐的 因为学习这个主管 他做的其实是线上课程 还有一些影音的产品 跟出版做书 其实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对 就是说我过去的经验 能不能够在这里有一些帮助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就牵扯到 这个中高龄转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永远不要害怕 就是说你不会 或者是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 因为害怕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这是你的个性啊 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勇于挑战性的人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想说 那是有一个机会 然后再来就像韵芬你刚刚讲的 其实50岁就退休 好像有一点点早 对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来试试看 所以就构成了50岁中高龄转业的选择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可能在同个集团适应上不会有问题 但挑战我觉得是一直来哦 是一坡坡的来哦 是一坡坡的来啊 因为你看我年纪已经到中高龄了 对不对 其实过去在我的工作轨迹里面 我通常都是我那个部门里面最资深的人 其他进来的同仁基本上都比我资钱 所以你官最大嘛 你也可以这样说 反正经验最足啦 可是现在到一个做线上课程的新的产业 新的领域 所有人都比我资深 就连那个三十几岁的妹妹 她做的比你久 她做的比我久 所以她也比我资深 所以在这个新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不只是一个空降的主管 而且我的资历其实没有 就是说比任何人都浅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年纪大 或者是也不包括年纪大 任何时间要转职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心态的调试 我觉得除了心跳 就是心态要调整 那我觉得你对于新的角色的一些需求 你有事先先了解吗 我觉得做线上课程这件事情 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 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我们到这个年纪 过去的每一个资历 每一段经验都会成为一个珠子 然后串起来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其实我在三年前 曾经做过 试做过几门线上课程 虽然那不是我长期的一个资历 可是我确实曾经试做过几门 对所以这个经验让我在后来转到 我尽力过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现场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是他现在有新的工作 天下学习产品部的研发长卢志芳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中年转职的一些心理转折了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在做线上课程过去有些经验值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那个经验值的一个连结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还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到这个年纪你已经不会是透过履历表这件事情找工作了 它多半都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或者是过去认识的人脉 那比如像我这次转职 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过去有一点点相关的经历 虽然不是很够 但是总比没有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也尽量的表现出我对这个新工作的投入 跟我对他的那个兴趣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有助于 就是说让我新的主管信任我 虽然我是这个领域的 或这个部门里面最资浅的那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抱着这样的心态 你自己比较不会觉得难过 如果你要还抱着就是说 以前我是老大 我是最资深的那个人 那现在我是部门里面最资浅的 每件事情可能都要请教同事的话 如果还抱着过去那种自己是老大的想法 其实在适应上就会遇到困难了 那年轻人现在对于线上学习 这件事情的一个参与度高不高啊 因为我觉得解封之后 我觉得线下活动也开始积极的展开了 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混沉的时代 就是说大家的学习模式 跟过去有很大的改变 在疫情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说线上是一个不得不的管道嘛 对不对 因为人跟人没有办法见面 但是现在疫情过去了 我觉得大家已经养成了看线上课程的习惯 但是也希望有那个实体活动的温度 所以我说现在反而是一个混沉的学习的时代 就是说线上跟线下它可能是那个交错的 或者说它是mix的 然后让那个大家尽能享受线上学习的便利 然后它可能又有实体活动的搭配 你可以感受到人跟人接触的这种温度 这个是我今年看到的一个蛮明显的趋势 所以我们今年除了线上课程以外 其实也尽量搭配一些实体的活动 让大家就是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体验 那现在你就在职场上的观察 因为很多职场上的人 我们都会知道要持续的进修 那以前一般公司大家都会有一些 这个可能就是不管是人力资源部 或者是什么服务委会 都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进修 可是也有些人他会自己去上线上课程来进修 这种比例还高不高啊 其实我觉得蛮高的 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学员的pool里面看到 其实蛮多都是边上班边学习 天哪自己掏钱 自己掏钱 而且还线上课程其实现在也不见得便宜 对那我觉得当然是大家对于这个新的技能 今年也有很强的焦虑 比如说今年我们谈到好多那个深层式AI 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工作环境 对不对 然后他怎么样就是说 把一些可能过去需要人做的工作 现在变成机器也能够做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要养成新的技能 这件事情是今年是焦虑的 所以也会希望不管是透过线上也好 线下也好 让自己可以与时俱进 我觉得今年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那他们关心的喜欢学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大家最喜欢学的是沟通 我真的也觉得 因为我教大四的学生 就是说他们认为沟通是一件困难的事 困难的事 即便是跟同学聊天都是困难的 对因为大家这个世代太仰赖手机了 那手机里面传输的讯息都是片段的嘛 然后这个局部的 然后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这样断裂的 所以习惯了这样的沟通模式 你要真的面对人沟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在这里面看到就是说 沟通是现在大家一个很大的需求 那当然沟通里面 你又分为不同的情境的沟通 比如说你要跟老板沟通 这可能是沟通里面最困难的情境之一 那或者是说 其实对主管来说 你要跟下属沟通 这个也不简单 所以就是说沟通这件事情 对现代人来讲 真的是一门险学 竟然是沟通 我以为是那个投资啊 做股票 或者是管理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没有沟通现在是大家很头痛的问题 还有很多比如说是向上管理也是 向上管理 这难啊 我觉得基本上中阶主管 才需要向上管理啊 新世代员工也会觉得需要向上管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这个世代间的观念差距 其实还蛮大的 那我最近才跟那个GINS GINS就是那个眼镜 日本日系眼镜的品牌 的总经理 邱总经理聊天 他就讲到一件事 他就说其实现在年轻人 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 所以在进入组织里面 你要去他按照那个企业阶梯 一阶一阶爬 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宁愿当freelancer啊 或者是说当外送员啊 或者是当part time的工作者 你要他进入一个企业里面 就是说按部就班的升迁 这个是难的 这个也反映到为什么 我说我在我们的平台里面看到 大家觉得那个沟通很难 因为你在组织里面就要沟通嘛 对不对 你要跨部门的沟通 然后你要跟主管沟通 你要跟那个同侪沟通 在组织里面工作 最需要的就是沟通这件事 那你跟年轻人相处 应该还OK吧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圈圈叉叉的 我觉得第一个 一定要找到跟年轻人 共同的兴趣跟话题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那个年轻的同事 他们在聊就是说 他们要去这个参加那个歌友会 新友会啦 见面会 对追星嘛 新友会这个我知道 见面会对 他们就开始聊聊聊聊聊 那刚好我那一阵子 那个正在看我们的那个台剧 想见你 他上了那个netflix 所以我就说 我也有那个 我心里面那个喜欢的明星哦 我觉得许光瀾真是太帅了 很年轻哦 很年轻哦 后来呢我同事只要看到许光瀾 有什么讯息都会pass给我 对还好你没有 你没有讲我喜欢刘德华 我喜欢金城武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要跟年轻朋友打成一片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对 然后这共同的话题 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影子 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老人就有点依老卖老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是不必要的 一方面就是说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不受尊重 你的资历这么深 虽然在这个行业 新的行业里面之前 但你过去所累积的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不对 对 我不瞒你说有时候 我会稍微觉得就是说 有一点点不习惯 应该是有很多圈圈 但是我也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们年纪比别人多一点 智慧要比别人多一点 对 那你有时候 耐受度也要比别人大一点 没错 即便有时候觉得说 就像韵芬刚刚讲的 圈圈叉叉叉点点点 对 可是我们这个年纪 也应该要多一点智慧来化解 说得好 就是说不要跟 你看我的同事也许才27、8岁 或30岁出头 其实我们应该比他们多一点智慧 而不要就是说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纠结 这个是我这一年来 这个不断提醒自己的 有时候我也会难免 就是说心里有些不舒服 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 有些不爽的时候 哎呦 你讲出不爽两个字了 但是我就会跟我自己讲说 年纪大了要修炼修炼修炼 哦 我机场上面要修炼 好 那他们聚餐我找你去吗 有时候会 有时候也不会 我跟我朋友最不适应的一点 就是年轻人去什么吧 都从来没有找过他 他很受伤 去唱歌也绝对不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天下学习产品部的研发长 卢志芳了 跟大家来聊一聊 中年转职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背年纪当中 都要跟年轻人相处 跟年轻人相处 说实在就有一些圈圈叉叉 我现在也是跟年轻人在相处 有一次最好笑的就是 我在录音间讲讲讲讲 我说这些年轻人爱玩的爱玩 然后那个 这个我也不敢逼他们找男朋友 也不敢逼什么 这也不敢 念了一堆以后 我就忽然看到他们在笑 然后我就说 你听得到吗 他就说 我们都听得到 我一直在review说 我有没有讲什么 不过就是说 跟年轻人相处 大概有相处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要有智慧去化解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句话 那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每一年 都会该跟我们分享 你一年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 之前跟我们讲过 要好好说话 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好好走路 好好运动 那你这些都做到了吗 你新的一年 有想到什么吗 我新的一年 我觉得应该要对很多事情 好好的说好 好好的说好 就是说 我觉得好好的说好的意思 就是说 不要因为心里面 比如说没有把握 或是没做过 或者是说 心里面有惶恐 然后就say no 然后拒绝他不去尝试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 对于很多新的尝试 去做以前没做过的事 或者是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我们能够好好的对他说好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心得 这样子 不容易吧 很不容易啊 其实你想一想 就这句话 不一定是只针对工作 对于人生里面很多事情 我们也要练习 对他好好的说好 就是这些事情也许不是我们喜欢的 然后不是我们期待的 可是他既然已经来到眼前了 那比起抱怨啊 逃避啊 抗拒 还不如就对他说一声 好 这对我来讲 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句话 立刻就勾到了我某一个点 就勾到一个 我不愿意去面对的点 也就是 对啊 你知道吗 我儿子今天跟我说 他要搬出去 对 其实我也是嘴巴立刻就说 好啊 你长大了 那你也该 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为你自己的生活负责 可是 当然我这样讲 你就会知道 我心里是千百个不愿意啊 千百个啊 对 但是我还是说好 但我弄个好 就不是真的好好的说好 所以 但是表面上说好 心里不好 对 可是要 真的是好好的说好 并不容易 对并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以来一个蛮大的修炼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样也许你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柔软的一个观点 不会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不能接受 然后或者是说我一定要采取一个跟他抗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人老心词啦 这句话说的好 当我们有一定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看法就会有一些些的柔软 对 我还做不到温柔啦 但我也觉得有点柔软了 是 所以 这个是分享给大家 像我们这样有点年纪的朋友 这样子我们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也会比较快乐这样 那如果说对于这样子 就是未来一年 可能有一些想要转职的人 不管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转职 甚至是有点年纪的转折 那你就会跟他建议什么 就好好的说好 去挑战一下 对 我想这个工作实现的延长这件事情 一定是大势所趋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这个大缺工年代 然后少子化又这样的剧烈 就是说每年进入这个劳动市场的人 其实他是不断的在减少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势必就是说延后退休的年限 或者是说越来越多中高龄的族群 他要进入职场去寻找下一个春天 或下一个舞台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 那我第一个觉得就是说 我们当然在心态上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讲 大家一定也不陌生 就是要归零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就是你要从头开始 然后身段要能够放下去 不要一直惦记着自己过去的丰功伟业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自己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我一些同事并不知道我过去的经验 那我也觉得我不需要把我过去的经验 他们不知道你的丰功伟业 他们不知道 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 但我觉得这件事也没有关系 也不重要 我也不需要对每一个同仁 都告诉他们说 我活到这把年纪了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觉得要看把那个注意力 要看在当下的工作 当下我们要一起做的事情 然后我不会的 我就去学 我就去问 不要那个以老卖老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大家如果在中高龄选择转业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心态 第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中高龄的转职 你一定是跟过去的某些经验 有一些互相的关联 对 它不是那个从天而降 完全就是无关的 对 那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一个关头 回头去看看自己过去有哪些可能性 是可以延伸的 或许是一个方向 就像我当时我也没有想过 我只是做了两三门线上课程 有一天它会变成是我一个新的职业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盘点一下 就是你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机会或种子 也许它就会变成未来的新的舞台 也不一定 不是因为说我没有问你薪水 其实在这个年纪 如果是周年之后转职 薪水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对不对 你也不欠 虽然没有富可敌国 但是也不欠了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心态归零这件事情 可能也要包括薪水归零 薪水不会归零 但是它不一定会等笔线直线成长 我必须要说 就是说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划上等号 但我觉得其实到这个年纪 做的事情有没有让你愉快 跟发挥自我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对因为我跟你讲 你还没有碰到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像我有一些朋友 当然就比大一些 他们原来的公司 都会请他们先退休 就退休之后再回聘 可是回聘打七折 对这个我也听说过 你有听过吗 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做的 那有很多人就开始适应不良 他就觉得说我做一样的事 我为什么要打七折 他一直过不去 然后一过不去之后 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他不再像 他做的工作都一样 可他不像以前那么的主动 积极跟热情了 他就变得很抱怨 然后就变得很那个 然后老板就会觉得 你是怎样了 然后回聘你 然后你还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也是个大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 当然我们也要有勇气 去抛弃那无良的雇主 就是说如果这个雇主 真的是那个不优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雇主 我的考量是 我也听过很多企业的考量 他认为说说 你已经可以领劳退这个部分了 所以你打完七折之后 其实将你劳退 其实你的那个生活 就是无余的啦 而且说实在 这么老还有人聘用你 我觉得薪水当然是一个 不可回避的课题啦 可是我就说了 到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更应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 乐于做的事 然后你不喜欢做的事 其实我觉得就把他舍弃掉 不擅长做的事 也把他舍弃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即便薪水很高 如果你不喜欢 也不见得要勉强自己 那即便薪水 也许不像以前那么好 可是如果坐在里面 能够乐在其中的话 我觉得也不失为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是啊 而且我觉得今天学到的是 好好说好 也许包括你的薪资 你的工作的条件 你跟年轻人相处的方式 也许你换个方式 好好说好 就我们都要练习一下 是 对也许我说了 但我心里不是这样想 我就要去练习一下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大家练习一下 好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好朋友 我觉得我蛮珍惜的 每一年 然后我们一起来review 然后一起来碰到一些问题 每一年为了上运芬这个节目 我都要事先想个两个晚上 你要抱怨的抱怨 了解了解 谢谢之方 谢谢运芬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